问号牌 哦,庄位的问号牌 Alton在庄位拿到问号牌 那这首问号牌会很难猜 因为庄位的范围太宽了 只能通过牌面去猜啊 小牌的概率小一点 你比如什么四六啊 不同色可能庄位也不一定会玩 看三五,三五这样的牌吧 杂色可能庄位也不会玩啊 我来看这个牌吧 A10,睡死 哦,Alton是尻的 Alton前面有一手牌 AA屏尻的 小盲位,套尼姬是KK Alton前面是后边啊 因为咱们是第一天 后边的时候 Alton有过那种AA屏头 哦,很湿润的面 A10过吗 控持 还是打一枪 看看对方和这个牌面有没有关系 打一枪也行啊 A10 打一枪信息会多一点 打一枪我觉得 要打的话可能太轻也不好 2万5 3万 就这之间这么打个数啊 我觉得 因为湿润的面 别人跟你的范围也宽 没打就没打 不说打的问题了 不说下周尺度的问题了 回来说牌啊 都check check 这是一个超级湿润的面 单张成顺 单张成顺 要打了要打了 再打没意思了 合牌打一枪 10抓你一下 有什么意思吗 2万5 很随意的这么AA 扔下2万5 说实在你要真有大牌 你能这么随意的扔2万5 我只能说你的演技太好了是吧 这么的AA 这么随意 还有点不耐烦似的 扔2万5 你要有大牌 你能这么自然的表现出来 我真觉得可以 真是一个太好的演员了 专业级演员 来看合牌啊 哇 这个牌 如果Alton有9 他现在也怕K了是吧 这个牌吧 怎么说嘛 我这牌也太吓人了 9成顺 K成顺 有个后门花吧 其实这个牌 我觉得Alton如果是真牌 我会觉得他是后门花 他后门花 他那会转牌的时候 他是个 就是比较强的买牌 至少他这个买牌是买花 他那么不耐烦的下一下 是吧 因为我也没成 不是成牌 但我是 但我是还不错的买牌 我那么怕吓一下 不耐烦 那我吓最好能给你偷走 我偷不走 我再看 我觉得他最有可能是后门花 他那个动作行为 就是动作表情结合到一起 我觉得一个人很难中大牌 然后像Alton那么的 比如他就有9啊或者 9K啊什么的 他就像Alton 就是 那么自然的 我不耐烦 我啪 就 强牌演弱 他动作表情演的太自然了 我觉得不太像 有真牌我猜是后门花 结合动作表情像 像是这种情况 能打出来 什么牌能打出来吗 合牌这个面 哦 这英文解说也说Flush 说花了 其实这么打出来 从前面看 像有一张9 他再这么打一下 是吧 因为9也有可能打 但是小盲位 很难有K的 而且这个打下来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我感觉这种情况 总体上他有K的概率还是低的 一张9 没准会拿下价值 Alton也确实 他 就是 他的牌很怕 这种牌面的时候 他比如拿了两对 AQ 说他这么打过的时候 三条AQ 三条AQ 他那条牌是三条AQ 他这种牌面 他这么打过 三条AQ 可能在十 十二万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比这个底持大一点 他打过三万 多少底持我忘了 反正就这个 比这个底持大 他打三万 我是炮福老板 我可能会尻啊 我觉得我可能会尻 底持赔率真的很不错 而且他这里边偷击的机会也不行 其实我觉得胜率是赔率是够的 很诡异啊 这么复杂的牌面敢打价值 其实一般是大牌的 K啊 后门花啊 9 9K后门花 转牌他打多少点 没有注意啊 转牌他打多少 其实转牌的一个柱挺关键的 转牌你要看他给买牌的赔率合不合适 是吧 转牌那会儿光想9了 我想9 9也得吓得重一点吧 毕竟9他也怕 真的是9 没猜没猜对啊 真的是9 猜错了 哇 可能真的是一个好演员吗 我没想到能演的这么好 到时候大家可以倒在看一下 他转牌很难受的 很自然的表现出很难受的 我啪扔了2万5 那我啪砸桌了啥了 那专业级演员 这我想起了前边那个什么啊 我今天说过绝活 艾尔顿绝活就是三条街偷鸡 哇 他三条街不是偷鸡啊 他中大牌 然后他AA 然后他手拿AA 他中大牌 他演三条街的偷鸡 就特别像偷鸡 但他是大牌你知道吧 大牌演偷鸡 特别像 我说这是艾尔顿的绝活 大牌演偷鸡 是真的很厉害 他就是中了好牌 他演偷鸡 演的特别好 他中牌 我前面也说 我前面的视频说过 他大牌演偷鸡 是绝活 那个好专业 你们可以回去看看 我也是看 刚才看一眼看见的 我觉得那个动作 我一直在说 他那个太自然了 那不耐烦的动作太自然了 哎呀 好牌演偷鸡 咱也不能说大 那个牌 也不算特别大 是吧 是好牌 好牌演偷鸡 真的是绝活 七九秀 可以打不打 在这方面 艾尔顿当个演员 我觉得也是 我感觉 一定能成为一个专业级别 哦 方片 没价值啊 这要偷吗 这六七八九没关系了 他竟然是个六七八九 风险忒大了 我觉得四身地势 要四张方片偷一下 纯头级 Andy纯头级 四张方片 你说你买上下顺子 他能算半头级 不是半头级 他七一顿 我都看错了 我以为 这就是六七八九 买上下顺子 不是 那这也是相当于纯头级啊 百分之九十 九十五头级 百分之五 中个七 没必要 我觉得Andy这牌 真的这手牌 打得有点没必要 在做什么 私人地势 四人地势 真的没必要啊 四张方片 你硬要打 这牌 其实正常而言 对七这个地势 你就不要了 这肯定尻啊 他把自己往大花上面演 演大花 他演的一种牌 就是A花 K花 主要就是勾花 你不太可能这么大 是吧 他演的牌里边 其中一张牌 就在炮风 老板手里的 炮老板会担心A花 但是你会缝掉吗 不可能缝掉 真的要缝掉吗 我真的要缝掉 这没有那么足的信息吧 枪口 我 这也能缝掉吗 就这种情况只有大牌 才敢这么打 这是炮风老板的 他的思维里边也是只有大牌 才敢这么打 我 安迪拿了一手七一堆这么打 这能缝掉吗 炮风老板 这个我有点 有点万万没想到啊 瞄他 因为前面就check check check 然后安迪突然开枪 看见了吗 亮出K了吗 这意思 你看 炮风老板有个帽檐 应该是炮风老板 看炮风老板戴不戴帽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抱歉 还是炮风老板 应该是看见牌了 我觉得 炮风老板 这也有 这也能弃掉吗 炮风老板这个人很很有钱 但是炮风老板这个人 绝对不浪费的 一点不浪费 我看炮风老板 我看炮风老板 我就是常说我炮风老板 炮风老板当老板 他这老板 你跟进去是吧 你传奇普遍的 就是他 相当于有点那种CEO的感觉 是吧 跟进去玩玩是吧 让这个牌局更好看一点 那炮风老板也不玩 有些能玩 不玩 就是那牌能玩也行 不玩也能行 就不玩也行 就偏向点不玩 炮风老板 都不会玩的 是吧 就是这样是 有时候偏向点 偏向点能玩 炮风老板也不玩 有时候忙住 有时候你拿个四六同色是吧 想玩玩玩玩 炮风老板 啪 气雕 就这样 知道吗 非常是那种节点 不像那种豪格的感觉 土豪嘛 有钱的不浪费 你看Illton 其实就没有那么 就是 就是 就比较那什么 总是随意去和谈旋打 像A4砸色 A4同色没位置 大的三百 就是也会跟 Illton也会跟谈旋 就三人那种情况下 大的三百 谈旋我今天那手牌好像是 Illton在忙住尾 谈旋在枪口加一位好像是 谈旋后边还有一个人 他谈旋做一个大的三百的 还是四百的 我忘了我 但位置上有点不太合理 三百的不太对 我记不清了那手牌我 记不清了 反正那手牌是一个大的 就类似于三百的那手牌 位置上我觉得不 因为枪口加一位起瑞斯 是吧 后边三百的 再也四百的 好像还真的是四百的 反正 IlltonA4尻的 忘了回来一手牌 不说了 A3 有点难受 说实在这种的话 真有点难受 要不要四百的 我只能说可以四百的 还有筹码有点少 这一下 我还是做了一个四百的 瘦掉 还三百的 还要三百的 不三百的 暗定 烤了 要不要挤压一下他俩 这种牌 从思考的时间上面 这个角度 考虑偏向于点 偏向于点 汉子老板会做出三百的行为 就是你想半天 你烤 就有点浪费感情 那从这一点上去 判断他 就是偏多的 会做三百 是吧 双位去挤压 他前面两个位置 这是很正常 K10 没必要啊 A2 也是那种问题 他会不会做四百 陈衣萨有点类似 K10没必要吧 再做四百吗 也行 也不是不行 尻不好吧 哎呀 这个牌尻我真的觉得不好 那上帝是腰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牌 你最差的位置尻 实在是不好打 K10这牌 是吧 你击中KTL也行 就这个K10这牌很容易被主导 比如A10 AK QK 就很容易被主导 你知道吧 这个K10 我又觉得尻是最差的决定 但是他可能赢下来 但是我觉得不好 这个行为不好 击中10这种情况下是最好的 踢脚还不错 甚至K啊 而且10是顶盾 打一枪三万 结果差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 你长期这么做 怎么会负一位啊 K10这牌不打地的 多数 多数新手 觉得K10还不错 他是10以上的两高章 但实际上 因为大家都爱玩大牌 K10这牌 不好的 尤其这个三拜他底持 又是没位置 但是大家爱玩 AK QRK GOK 是吧 A10 是吧 就有很多这样的牌 尤其到了三拜的底持 你没位置 就是没有好的 你又是个杂色 是吧 这里边没有好的 没有优势 就是这种牌 你打起来都是劣势 没有优势 这种牌运气非常好 陈奕莎可能是觉得 他察觉出来了 汉子老板在 他察觉出了汉子老板在偷他 他想硬气一点 还是他选择尽一枪 他这个敏锐是挺敏锐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大概前面都讲了 这描的汉子老板 这个牌陈奕莎很有可能拿下来 他还买K花是吧 在汉子老板的视角 假设他有偷鸡的话 他也有一条鸡子 行了 扬下来了K是 汉子老板重视了 一般在转牌的时候 汉子老板的时候 偷鸡只有一条鸡子的机会 他转牌这种牌面 别人能跟他 合牌大概率也能跟他 还有一个从筹码量 他其实也大概转牌一条街的机会 汉子老板重视了 咱就从偷鸡的角度讲一讲 我觉得会负掉 这里边没有太多尻的理由 你说里边尻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是一个三拜特地尺 三拜特地尺 你说这种牌面又有A 反正别人还能 最后打出来 翻牌他也靠你了 完发出四张草获 唯一赢的就是他和五七相关的牌 他比如说八九 你知道我赢八九这样的牌 而且这种情况 三拜特地尺边有个大花很正常 三拜特地尺 因为别人这种情况下 一般都是两高张 两高张里边有张大花 最后也很正常 陈医莎的位置是三个折里边最差的 其实陈医莎他能在最差的位置 第一个考你三拜特 也能说明他的牌力是一手不错的牌 说在八九也有可能是六八 但六八不太好靠三拜特 哦 六八不成顺 六八他也赢 六八不太好靠三拜特 六八 大概率他就赢八九这样的牌 陈医莎翻牌跟你了 他肯定和这个牌面一般会有关系 是吧 真的手里边两张花 转牌就成花了 这里边赢的牌不多 赢什么牌是吧 七八九十六八 六八同色 咱们就是再把六八的角色 六八同色他会靠三拜特吗 在最差的位置靠三拜特 其实概率也是小的 他真的想要做这个召唤 他想要成为一个英雄 他想要相信 Elyzabed Chen 他想要这么严重 他想要努力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A他虽然会输 但是A不会这么打 就是两对也不会这么打 这里面 这就是一个极端范围的思考了 是吧 陈医莎这手牌肯定是大牌 种没种花 他是不是花这么打的 要实抓透极吧 从翻牌前角度 考虑陈医莎的牌绝对不会弱 我靠了 其实我觉得CALL也没什么问题 其实我这手牌前面说的有点上帝事情 但是真的这张是7啊 这张是7 你真的想不想 想不出是吧 他如果是 不是7 他是8 你是什么勾圈 你还有可能CALL 是吧 你这两高张 他有两花面 好像这手牌我觉得有点复杂 最后有点复杂 我没太仔细想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觉得这手牌可能还是偏向于气牌多一点 那个牌花面陈医莎 那什么牌在那个面CALL一枪 他在最差的位置 핑用一下 C bitcoin Cash금浪选择 一切 kil